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是师大副中简心一老师 那接下来的课程呢 我们要为大家介绍伸缩矩阵和近射矩阵 好,首先那我们来看一下伸缩矩阵 将点的SY坐标呢 伸缩为H倍跟K倍 其实伸缩就是放大跟缩小啦 好,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矩阵 这M矩阵呢,组对角线是写HK 那右手方向是写0 那这个H跟K呢,我们现在是设定它为正数 它是一个伸缩矩阵 好,那这样呢 怎么样的做变化呢 它把SY后来转换到后来的P'点 叫做S'Y' 好,那其实呢,你可以看到这个矩阵 当这个M矩阵呢,乘在SY身上的时候 你会发现,会得到HS KY,这个二乘一的矩阵 那也就是代表说呢 S'等于HS 好,Y'等于KY 那它几何意义是什么呢 也就是说后来的S' 会是原来的S'H' 那后来的Y'是原来的Y'K' 好,这样我们就说这个M呢是一个 把P'点对应到P'点的伸缩变换 好,接下来给大家看一个图例 好,这个例子呢,是把S'点的S'坐标呢 好,你可以看到这个A'点10 好,放大4倍以后跑到40去了 以此类推,这个11呢跑到41 好,21跑到81 你可以发现它们的Y'坐标都没有变 只是往右边伸缩了4倍 好,所以呢,它的面积呢 因为高都不变 所以呢,你的底边放大了4倍 整个面积就放大4倍 那接下来,老师演示一下让它跑动 好,我们来看看这面积会怎么样的变化呢 好,当我们伸缩的没有这么多倍呢 我们的面积相对的就没有这么大 好,它慢慢的缩缩缩缩缩到原本的1倍 所以面积就会跟原本一样 好,所以它其实面积就跟着你的缩放程度 好,来变化 好,以上是老师对这个题目的演示 好,再来看一个例子哦 这例子呢,是把点的Y'坐标伸缩为3倍 好,放大3倍 所以它是往上拉 所以蓝色的这个平行四边形呢 它会变成绿色的那一个 好,各位同学 那接下来我们为大家演示的是 平行四边形Y'坐标的伸缩变换 好,你可以看到这蓝色的平行四边形 它经过了这样的Y'坐标的伸缩变换以后呢 放大了3倍 放大了3倍 好,你可以看到这个C点本来是21 好,沿着Y放大了3倍以后 它S都没有变哦 所以S还是2 可是Y'坐标跑到3 好,同理这个11呢 它会变成13 那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底边 因为这个都没有动嘛,对不对 好,所以面积呢 只跟这个高度有关 所以蓝色跟绿色呢 它的面积比呢是3倍 那现在我们让它动起来看看 好,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你看今天呢 我让它的倍数不要这么多 好,它面积就下降了,有没有 倍数下降了 好,是这样子的 好,缩回来,缩回来,缩到快要一倍 好,面积就快要一样了 好,是这样子的 以上是老师对于这个Y'坐标伸缩的变换 好,给大家示范的例子 接下来我们一起看 它说把S伸缩为4倍 那Y呢伸缩为3倍 它一次就往斜的放大了,有没有 好,所以蓝色这个变成绿色这个 好,看图应该相当清楚了 好,各位同学 接下来老师要为大家演示的是 平行四边形的SY坐标伸缩变换 好,你可以看到这个例子 蓝色的小平行四边形呢 跟绿色的大平行四边形 它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因为我们的矩阵是4003 代表横的S坐标延伸 我们是给它放大4倍 那Y坐标的部分 我们是把它放大,伸缩3倍 好,所以你可以看到A.10呢 放大以后,横的是放大4倍 所以跑到40去了 好,再来我们看B点原本是11 那经过横的放大4倍 它会跑到X是4的地方 好,那Y因为放大3倍 所以它的Y坐标呢 会变成,从1变成3 好,跑到43去了 好,那所以它的面积呢 横的放大3倍,直的放大 横的放大4倍,直的放大3倍 一共是12倍 好,那接下来我们让它跑跑看 请大家看看它的变化 好,当你横的跟直的 好,放大的倍数是不一样的 我们就会发现它Determine是跟的变嘛 好,所以呢,它整个的倍数就会不一样 好,你可以看它现在的变化 好,我们越往右边放大 好,我们往斜上方放大 所以它的面积呢,比例就跟着改变 好,我们的示范就到这边结束 好,接下来我们带一个立体给大家看看 好,有一个点的S坐标 我让它放大2倍 那Y的部分放大3倍 所以呢,按照刚刚的写法 主对角线,这个左上角就放2 S的部分2倍 那右下角的地方就放3 好,这是Y的部分 好,那现在给你4个点 ABC珠 那经过这个M的变换以后 会得到A'B'C'还有珠' D小题呢,我们想要知道它的坐标 好,变过来是什么样子呢 再来呢,我们想要知道它的面积 好,那我们继续看下去 好,先给你看一下这个图片 好,原本呢,是蓝色的这个长方形 那经过横的放大2倍 直的放大3倍 它还是一个长方形 好,变成绿色的那一个 好,各位同学 那接下来老师来示范一下 任意四边形区域的伸缩变换 好,那你可以看到呢 这个蓝色的矩形呢 经过我们的M这样子的线性变换 它换到绿色的矩形 那我们这个矩阵呢 是写2003 代表横的方向呢 是放大2倍 重的方向呢 是放大3倍 好,所以它的面积一共是6倍 那现在老师把这个图形稍微做个改变 好,我们可以看到 这蓝色呢 现在变成平行四边形了 那它对应过去呢 是另外一个比较大的平行四边形 好,面积同样是6倍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 诶,这个T型 好,这个T型 它面积是1.5 那经过这个变换 变换过去以后 还是乘6倍的面积关系 好,得到9 好,以上就是我为大家做的演练 那该怎么解决它呢 我们看一下它的做法 好,首先呢 因为我们知道 经过缩放以后 就乘上我们刚刚的伸缩矩阵 2003,对不对 乘过去以后 s'会变成2s 好,y'变成3y 因此我们把刚刚四个点呢 四个点分别去乘上这个矩阵 那乘完我们会得到 63,26,66,还有23 这三个点 好,这四个点 接下来呢 这四个点 那我们就做完啦 好,第一小题呢 它想要问你后来的四个点是哪些 我们把它做完了 接下来呢 它要问的是面积 好,那原本的长方形面积很简单 好,左下角的那个部分 好,面积是2 那后来缩放以后 横的放大2倍 直的放大3倍 你想像一下把它画格子出来 其实是放大6倍 你们还记得吗 那个6倍怎么来的呢 其实我们前面学过面积比的公式 还记得吗 好,它就跟我们的m这个矩阵的行列式有关 好,这行列式算出来刚好是6倍 好,刚好是6倍 所以呢 原先的面积是2 那成了6倍以后呢 它变成12 好,所以第三小题我们也把它完成了 好,各位同学 那接下来让老师来为大家介绍 第二个近射矩阵 那近射矩阵呢 我们将P点 以过圆点为 斜角为细达的直线 OB直线作为近射 好,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图 A呢是S轴正向上的一点 那B呢是第一向线内 且在近射轴上的一点 那P呢是随便 平面上随便认一点 好,我们让OP的长度等于R 如果呢今天脚AOP为α 那脚AOB为细达 好,那P'呢是P点 关于近射轴这条直线 因为我们刚刚说 那个角度为细达,对不对 所以呢它的斜率就是tgc 那这一条直线我们叫做 Y等于tgc 好,这一条当做近射轴 那么我们就会把P点 翻过去,翻到P'点上 好,这个时候呢 脚AOP'你可以看一下 它整个大脚呢 其实是一个细打脚 在多上面那一个小部分 那个小部分 其实我们看图 它其实就是细打脚去-α 所以整个脚AOP'呢 是等于2细打-α 好,那如图 那我们怎么样去表达它的坐标呢 你可以看到这个部分 P它的横的X的部分 是R乘上cosc 那Y的部分是R乘上sinc R乘上sinc 再来呢 P'的部分呢 它是要乘上它的斜角 我们刚刚上一页有说过 斜角是2细打-α 对吧 所以P'呢 其实就是R倍的cos 2细打-α 好,那各位同学 所以这里要小心喔 因为我们刚刚黄色的部分 有帮大家注意到 S等于Rcosα 对不对 当我把P'的S'呢 把它乘开 R倍的cos2细打-α cos2细打-α 等于Coco 加sinc 对不对 Coco加sinc 所以你把R跟cosα 把它连结 我们用黄色那一个部分来替代 它会变成S乘上cos2细打 那在后半部 R乘上sinα的地方呢 我们把它划线 变成Y 所以呢 后面的部分可以改写成 Ysin2细打 好,同理 接下来呢 我们就可以看一下 这个是S'的写法 它会变成Scos2细打 加上Y的sin2细打 好,那同样的方法呢 Y'怎么写呢 Y'刚刚告诉我们说 是R乘以sin2细打-α 对吧 那这里 sin2细打-α 乘开 是sico-cos 符号要注意 sico-cos 所以同样你要划线 R乘以cosα的地方 会变成Ax R乘以sinα的部分是Y 好,它可以写成 Ax乘以sin2细打 减掉Y乘以cos2细打 好,那我们如果用近色矩阵的乘法表示 我们要怎么样表示呢 把S'Y'写成一个2乘1的矩阵 写直立的 那把刚刚我们写出来的结论抄下来 一样是一个2乘1的矩阵 好,这样的写法呢 其实我们会发现 它很像就是一个2乘2矩阵 去乘上SY这个矩阵 好,那这一个方法 我们上一节有讲过 其实就是把SY盖起来 把剩下的系数填下来 所以你可以看到 它可以写成主对角线 好,左手方向呢 是cos2细打 那右手方向呢 是sin2细打 好,啊记得负号在你的右下角 好,写成这样的写法呢 那个左边那个cos2细打 sin2细打 sin2细打 -cos2细打 这整个矩阵呢 其实就是我们的近色矩阵 好,有点复杂 所以让大家再多想一下 好,记得负号在左边 在右下角 好,右下角 然后左手方向都是cos 右手的方向都是sin 好,给大家看一下以下这个图 好,以下这个图 好,它呢就是过圆点 好,然后近色轴的斜角为细打 我们把P点呢 经过近色以后 跑到P'点 好,所以帮大家整理 好,左边写的东西 就是我们刚刚学的近色矩阵 好,再来看一个图例 好,这个斜率呢 其实是可以改变的 好,当我们斜率的变化 好,不同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它近色的部分 好,各位同学 接下来老师来示范一个 近色矩阵的变化给大家看看 好,我们在这个图形上可以看到 好,这一条近色轴呢 它的斜率是1 好,呈现45度角 好,这个斜角 那这个时候呢 把我们的P点31 近色过去以后得到13 那接下来老师 把这个斜率呢 稍微做个改变 好,斜率稍微做个改变 你可以看到我们的P点呢 跟着这个近色轴的改变呢 得到不一样的P点 好,我们让它斜率是 慢慢的变小 斜率是负的时候 好,它的 所对应的P点都不一样 好,以上就是我的演示 好,那再来看一下 比较特别的近色矩阵 举例来讲 像这个近色轴如果是横轴 S轴的时候 S轴的话 它和S轴本身夹角就是0度 对吧 那所以我们矽达要填0度 好,所以刚刚的近色矩阵呢 当矽达带0的时候 你会得到100-1 这种样子 好,100-1你带进去 SY就会变成S-Y 所以你可以发现如图就可以知道 如果呢 你以横轴S轴为近色的时候 它其实S是不改变的 只有Y差一个负号 好,再来看第二个特别的近色 刚以S轴做近色轴 那现在以Y轴来做近色轴 好,以Y轴来讲 它和S轴的夹角呢 就是90度,对不对 所以我们刚刚那个矩阵 矽达都改成90度 好,所以可以得到一个-100-01这个矩阵 好,这个时候呢 把SY带进去以后 你会得到它后来的点叫做-SY -SY 欸,Y没有改变喔 可是它左右插一个负号了 好,再来看一个常见的 好,这一条直线呢 好,S等于Y这条直线 S-Y等于0这条直线 它呢,斜角是45度 好,45度 它会怎么样做变化呢? 好,当我们把45度带进去的时候呢 得到的这个矩阵叫做0110 好,0110 那所以我把SY带进去的时候 欸,很神奇喔 刚好算出来变成YS 感觉上怎么样 S变成Y,Y变成S 感觉互换了,有没有 好,再来看一个它的好朋友 好,刚刚是我们往右斜 现在我们往左斜 如果你的近色轴呢 是S加Y等于0 好,那这个时候它的斜角 和S轴的角度 它是135度 好,135度 一样我们把它带到近色矩阵里面 得到的是0-1-0 好,这个时候呢 你会发现S变成-Y Y变成-S 刚好颠倒以后各自都插负号 那我们举个例子 好,如果有个P点 好,关于直线的近色 那它的坐标怎么算呢 好,因为这条直线斜率是更号3 斜率是更号3的话 斜角是60度 斜角是60度 所以当我们在带的时候呢 你把它带到SID的位置 好,会得到 我们都要用的是120度 有没有,把60度 记得带进去会乘两倍哦 好,这个矩阵算出来了以后 我们只要把刚刚的4-2 乘上我们写出来的矩阵 好,给大家看一下图 好,乘上这个矩阵得到-2加更号3 2更号3加1 好,这就是它对应过去以后 批评的坐标 好,各位同学 那今天的课程就到这边 到一段落咯 那不知道大家 有没有什么 比较不懂的地方呢 请你回去就多看几遍 然后多多的演算 然后祝大家学习顺利